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做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首先看一看眼前的数据 我们现在是一个很典型的csv file 什么叫csv file呢 就是所有的数据都用一个豆点 一个comma去做一个分隔 而我们的例子第一行的数据就是一个email 幸好我们看到email的前方就是一个first link 接着大家之后就是一个last link 第二个column就是一个department 接着就是一个年资 最后也是一个salary的数据 而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把第一 first link last name 你的department 你的年资和你的身金分开去不同的columns 第二样要做的就是拿一个年资的平均和分布 第三样东西就是要看每一个department的salary cost 和每一个人的平均salary究竟是多少 简单来说我要把这些数据变成这样的样子 不是开玩笑 对一般人来说绝非以示 就算对一些很有经验的excel user来说 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 但是告诉你 如果你有excel2016的话 这件事只需要几分钟就可以做妥的了 不信 我们一起来看看了 第一步要做的就是flash fill 其实在excel2013年开始 我们已经有flash fill 不过很多人都不知道它的存在 我们现在就很快速地告诉你 究竟flash fill可以做到什么了 首先我先给一些column header 我的first name,last name,department,年资,salary 现在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打个GIMS GIMS是我这一行的first link 接着我再打Peter 哇 看不看 我要的东西已经出来了 按一下向下箭嘴 接着我要做的呢 就是拿个last name同样地 只要我一input第二个last name Excel已经猜到我想做什么 而给回相对的答案了 接着HR 我们用一个传统的方法 其实这个flash fill在哪里呢 在home tab 接着最右手边fill 最下面就是一个flash fill 好 如果我现在按下去 哇 其实已经做到了 我们试试用Socket Ctrl E Bingo 简单到你不相信 接着我要做 拿个年资出来 其实我只打回相应的年资3.9 按一下 Ctrl E 旁边salary一样了 按最后我想要的数值 80710 接着Enter Ctrl E 哇 完成了 其实Column A我们可以删除了 因为已经不再需要了 下一步就是Quick Analysis 什么是Quick Analysis呢 当我们选择了一个range of data之后 按一按这个按键 不要分量了 这个按键 我们可以有很多Quick Analysis 出来的 例如现在我已经有一个Average 我先读一下一个label Average 旁边 接着我就将这个salary 这个Data Select 按一按 去Format 底下的Data Box 就是这么简单 我已经做了很漂亮的format了 接着下来我想做一个分布图 我选择了这个Data Range 去到Chart 5 接着呢 这里已经有一些suggestion了 不过都不适合我 我想要Histogram 所以我去All Chart 这里找一个Histogram 出来 选择了这个Histogram OK 哇 几个步骤 我已经做了一个Histogram 出来了 那现在搬去一个更漂亮的位置 做一点些formatting 那我选择一选择 有不同的Theme 给我选择 那我选择一个黑底 哇 凌晒了 接着加一个Data Label 然后呢 WriteKick这个X组 去做一些不同的选项 那这里呢 这个Bing Width 我就会选择3 代表我想三年就group 一个组别 接着一个Underflow Bin 我会选择1 意思呢就是 哦 小过一年的又是一个组别 Overflow Bin 是怎样呢 那我现在呢 我就选择15 代表呢 大过15的就是一个组别 哇 几个动作 我已经做到一个很漂亮的Histogram 了 多余的Y组我可以不要 现在呢 再调整个位置先 那有一个Tips给大家了 在这个Chart Title 很多时候呢 我们都会 拿来做一些很满的 例如叫Distribution 其实呢 我们这个这么漂亮的位置呢 我们给一些少少的 meaningful的Incinct 他 例如我经常说 我的Average Year of Tenure 9.6 With the following Distribution 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Description 已经可以说到给人知道 这一幅图是什么来的 也都可以给到一些 quick insight出来 何乐而不为呢 对不对 不要忽略这个东西了 接着呢 由Department到尾 按这个Icon 去到Tarts 跟着More 跟着 我在左手边的Suggestions 有我想要的东西了 叫Paretto 那Paretto Tarts是什么呢 其实它可以帮我呢 将一些数据加起来 然后呢 给一个百分比的线 我去做一个参考的 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的了 选择一个Style 是一致的先 接着呢 留意回了 我现在要做的东西 就是改变回我这个Data Series 转一个Single Column 是指着Celary的 那它就出回Celary的数据给我的了 现在做多一点的Editing 加一个Chart Titles 我想要一个Data Label 那我就会看到 每一个部门的Celary Cost的Total 不要的东西我现在就Delete它 这个可以较小一点 转成小一个Font Size 旁边的Font Title Access Title 其实这个代表什么呢 这个是一个Cumulative Percentage 那可以看到的东西呢 其实就是告诉我 哦 原来这个Sales Department 大概已经占了40% of the Total Salary 这个Chart就是这样看的 给回一个Mingful的Chart Title 就不要用这些悶的东西了 就像刚才所说 给回一点点的Insight 就是说 哦原来Sales Department 已经占了整个所有的Celary Cost 大概四成的了 哇 那整个图 又是一个很清晰的Message 就出来了 较小一点 不需要那么大的 10就OK的了 最后一步Formatting 我们其实做一些简单的Format 就可以整件事漂亮的了 这里给回一个小数点去 Celary 这里给回一个Dollar Size 不需要两个小数位的了 最后呢 那我highlight这个Table 又去回Quick Analysis这个Icon 这次我就选Table Table 这里有一个Table 其实是一个Excel Table 选了有很漂亮的Format 我们可以在Celary做一个很简单的动作 由大至细排序 完全是另一回事 去到另一回事 去到另一回事 到最后 弄走整张Smash Sheet的Grid Line 漂亮 这边的东西 最后弄走 在嘗哥 一边的东西 不需要很简单的东西 就没了 这边 这边的东西 感谢观看